雌激素赋予女人第二性征,比如乳房的丰满,月经按时来潮等等,也就是说,雌激素可以使皮肤中的水分保持一定含量,使皮肤看上去柔嫩,介密,所谓更年期,就是雌激素的分泌量渐渐减少,到月经中止时降到最低,这个时候大约是女性50岁左右,此时的女性完全失去了生育功能。 事实上,从45岁开始,女人就进入了更年前期,卵潮机能逐渐下降,雌激素分泌减少,皮肤的含水量也随之递减,皱纹慢慢出现,皮肤失去以往光泽和弹性。 在50岁之前,与男性相比,女性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机会要少,这是因为雌激素的存在维护了血管的柔软,她们的血管不易硬化,但雌激素消失之后,女性患这类疾病的机会就增加了。 同时,骨质疏疏松开始出现,妇女大多数的腰背痛,是因为骨质疏松所致。 更年期来临前后,还有一点最常见的变化,是脸面一阵阵空热潮红。 情绪激动,不能控制,种种这些都是卵潮分泌雌激素减少的缘故。 这个时候,补充磁激素适当物质疾,人为的补充磁激素,可能又发一些癌症,比如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等。 西方医学的先父西伯克拉底说,人类离自然越远离疾病就越近,离自然越近离健康也就越近。 它的这一股讯已经体现在现代人回归自然的健康准则之中,具体到延缓衰老,此激素的补充完全可以融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。 服用或涂抹新鲜的锋芒浆,每天保证一杯浓豆浆,专家建议,妇女应该从年轻时起,就特别重视蛋豆类食物的补充。 进入三十岁之后,每天应保证一杯浓豆浆,或是一块豆腐的量,因为大豆对磁激素的补充不可能即刻体现出来。 所以,大豆的补充应及早开始,补充磁激素的自制银铁,炒窝具容光焕发,原料,窝具500克,精盐,酱油,葱花,花生油各顺料。 制法,一,将窝具削去皮,洗净,切成酱薄片,下背水锅中炸一下,捞出,捞去水分,二锅内放花生油烧热,放葱花边香,放入窝具边炒,加酱油,精盐炒制窝具入味即刻出锅装盘。 特点,清淡,鲜嫩,酥脆,功效,窝具喊盖,磷,铁教多,还含有多种维生素,特别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,此菜又减缓人体衰老,防止皮肤色素沉着的作用。 从而炎化老年般的出现,促进末端血管的血液循环,是皮肤滋润健康,尤其是面部皮肤润滑,起到良好的健美效果。 人年纪大了,皮肤会产生皱纹,失去了年轻时的光泽。 为什么?原因很多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皮肤下层的胶质是去弹性。 整容医生利用胶质外物植入皮下,捞凭皱纹,固然不是唯一一个好办法,但是利用食物延长皮下胶质的寿命,或增加皮下胶质,才是更好的办法。 白木耳就是有这种作用的食物,白木耳富有天然植物性胶质,加上它的滋液作用,长期服用是良好的润肤佳品,并且其价格不高,烹调方法多种,适合长期服用。 白木耳一般可以加冰糖炖来吃,或加红枣包糖喝,莲食美容杠,原料,莲子30克,磁石30克,一人米50克,桂圆肉10克,蜂蜜试料。 制作,鲜酱莲子,磁石,一人米用清水浸泡30分钟,再将桂圆肉一同放入锅内,用纹火煮制烂熟加蜂蜜调味食用。 功效,桂圆肉大补元气,莲子补皮养类,一人米,此时为健脾立水之品。 现代药理研究前世中,含有美容必需的维生素A、C、B,蜂蜜中含有胶原蛋白和酶类等物质,可刺激皮肤细胞的生长,促进新陈代谢。 另外,用桂圆肉使鱼粒,加枸杞泡茶饮,效果也不错,延缓皮肤衰老的食物,高蛋白类食物,如瘦肉、蛋类、鱼类、牛奶、大豆制品等。 蛋白质是人体的必需营养素之一。 经常食用,可促进皮下肌肉的生长,使皮下肌肉丰满而富有弹性,对防止皮肤松弛,衰实衰老有很好的作用。 富含大分子胶体蛋白的食物,如猪皮、猪皮等,食物中的大分子胶体蛋白可以使组织细胞变得柔软湿润。 富含维生素液的食物,如植物油中的芝麻油、麦胚油、花生油、蜗菊叶,另外乳奶油,鱼干油中含量也较多。 这类食物中的维生素液可以防止皮下脂肪氧化,增强组织细胞的活力,能使皮肤光滑而有弹性。 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,如萝卜、西红柿、大白菜、芹菜等绿叶蔬菜,以及苹果、柑橘、西瓜、大枣等,这些食物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,可增强皮肤的弹性、柔韧性和色泽,对防止皮肤感烈出头有。 7个妙方让女人年轻10岁,爱美的女性,谁不想使自己更年轻,并能留住一份健康的美。 我们介绍的方法非常容易实现,只要你能够坚持,想要年轻10岁,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,但是也要持之以恒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